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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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開波,今天的嘉賓不用多介紹了 林子善,子善,Hello Hello,各位Hebe的粉絲,大家好 我是林子善 很久之前已經想約你做訪問了 但就是因為疫症關係 而且很久很久之前 一說起電影,很多人都建議我 你找回林子善聊天 那奈何呢? 我按過Whatsapp 我們對上一次做訪問聊天 是2017年的事 我當然有,我和你做事 那段時間的節目 然後就是雜誌 汽車雜誌 無時不登三保電 這麼久我們沒有見 這麼久都沒有找人 沒理由一來就說,子善,做訪問好不好 但因為我認識子善 是很好的朋友 我覺得就算好像這次 都是你先找我 因為前陣子就找我 但你找我呢 反而是你有工作 即是你不是來打擾我 你是給工作我 大家的公眾 我搞個健美比賽 想一個口才很聰明的人 又懂得搞氣氛的人 我一想 咦? 阿Bob 我立即打給你說 不行,我要做龍舟 有工作 我答應了人 我說真的不行 對呀,答應不行 那就不要緊 沒辦法 那就下次了 因為其實你第一條片是陀威龍 你真的有看的 第一條片是陀威龍 我當時已經訂閱了 因為自己的兄弟 要看我看你搞什麼 然後一直看 你越做越好 我不是查理下 我不用查理下 你只是給讚 我們是默默在後面支持 上個月還是前幾個月 我忘記了 我看到一段片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於是看到我的照片 那你就是有心 其實大家都有心 只不過是這行 尤其是娛樂圈 人酒茶樑真心的 有十個人裏面 有兩個有機會 其實是很真心 只不過大家都沒 或者很少找 但是一有什麼的時間 其實是心在大家 後來我聽到 哎呀,你這麼感慨 我終於忍不住留言 都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其實我在遙遠的 香港的另一角裏面 是默默的支持你的 譬如你逛街街那些 你一開始不是逛街街的 你一開始是說很多電影 周星馳電影 三星馳電影 然後又找三番歌 屯門那段 那裏拍的東西 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那裏大的地方 馬里亞書館大的地方 我媽媽就在旁邊開大排港 其實你和姨姐去那裏講話 那些地方 姨姐那時候就是在那裏拍的 那我就看著他們拍的 所以你的片 其實對我來說 是很有一個情懷在這裏的 我在屯門大 我在屯門碼頭 在新區大 我久不久都會很懷面這個地方 很想去逛逛 我會的 我自己有時自己一個 因為我現在是張國路住 我自己一個會去到屯門碼頭 走個圈懷面一下 聽著音樂 看回我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走過那些地方 有時都站在那裏看一下 就是感受一下 因為年紀開始大了 真的 哎呀小時候是這樣 這個地方都沒有變 有很多地方已經變成了別的商場 我是很support的 謝謝你 不要說我了 大家按進來這條片 最主要都是看你 說我 沒有所謂的 最重要是看看紫綫 大家也知道我之前 比較多的影片都是做電影的 跟電影有關的主題題材 而紫綫在這個行業裡 其實都已經很長的一段時間 不論是電視 不論是電影 其實都和很多前輩合作 也有參演過不少 很經典的電視電影 多人 一定要說 雖然這一部 不知道你之前看訪問 你有沒有說 因為最多人叫我找你那部 就不是周星馳的電影 就是那部三五成群 一定是三五成群 一定是三五成群 每個人都一出三五成群 你什麼時候找紫綫 你不如找紫綫回來聊 多少都要提及 雖然我知道這部電影 當年票房也好 什麼都好 又或者你拍攝的時候 都不知道有些位置做什麼都不奇怪 但這部電影的印象深不深? 其實深的 因為《希奇斯王》是第一部 第二部是《紫綫之三》 第三部是《三成群》 那段時間是很多電影 很多電影 那些電影很貼地 因為為什麼呢? 那部電影《籌備》 其實真的不是太長時間 他拍攝的時候 其實都不知道做什麼 有部電影拍 說是一宗案件 這樣而已 那我就跟導演前昇維 合作 那我就開始聊 一開始就 認識大王 宗仔 宗本忠 反黑過導演 他那時候也很小 那時候也很小 那時候只有十六七歲 最好朋友是 跟大王 家豪 就是番薯 鼻屎 黑仔 就是浩龍 那幾個是比較友善一點 就算我們拍完 都會一起去那時候 那時候是流行disco 放了工 有時候放了工 拍完戲就去disco 玩完disco 繼續回去拍戲 年輕人的時候 精力很旺盛 不用睡覺 即是建立了一個好的友情 我記得是拍了大概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多一點 很快的 快得不得了 還有呢 那些對白呢 其實很free fight 陳昇衛導演 你看 你們是這樣的 那 說這些 自己消化一下 最重要的 重點是說什麼 說什麼 其實大家都做回自己 完全沒有演技 可言 演技 那時候哪有演技 其實真的亂來 就是導演說 對呀 導演說free fight 自己做 做完之後 導演說OK 如果不OK 那時候也是這樣叫我們 阿必說你也要這樣 這樣會好一點再做 那有個副導演 就是卓又是 很疼我們 整班小朋友 好像玩一樣 真的 其實是很開心的 拍得 當時拍的時間 其實是不恐怖的 完全不知道 剪完之後出來是這樣 剪完出來之後 去看的時候 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加上一些效果 還有原來他們打燈的燈光 是很暗的 我們去的現場是很光的 即是你拍的 你要知道 是很光的 但是出來的效果是很暗的 但是這個票房 當時其實呢 不是我們是導演 或者老闆裡面 是這麼好 但是回頭很奇怪 你都會知道 就是說 到了十幾二十年 都二十幾年 阿必 現在變成一個中老 但是還在說 還在說這件事 我之前聽到你訪問 神仙B 我經常都見到她 她開工的時候 因為她也有跟我一起開工 我也會跟她拍照 很多like 很多人喜歡她 然後之後 她都記得 她是一個很好的前輩 那時候 他們演的時候 又踢大王 又兇她 又說髒話 但是她其實 在鏡頭外面 是一個很斯文 很nice的 第二部分 就是很多人都關心 除了大王 因為大王 經常見到 你也經常見到 也是在幕前的演出 其他演員 就相對很少 在幕前再有演出 那你們有沒有聯絡 他們的去向是怎樣 我就跟番薯有聯絡 跟家豪有聯絡 跟鐘仔有聯絡 鼻屎就沒有 其他那些都沒有 那浩龍 就跟他弟弟有時候 都會聯絡 跟柏文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跟柏文 就交一間DJ公司 所以就 跟柏文 現在久不久 都有聯絡 但是柏文 現在因為 他已經很少在香港發展 上了去上面發展 大王 跟家豪 就有 久不久會聯絡 因為家豪 就做回家裡的生意 家豪 就是番薯 是番薯 大王 都是在這行裡 發展著 他籌備 好像籌備自己的電影 一直籌備著 但是現在還在等 審訊 有一位 女士們呢 一眾女士們 網絡也有些傳聞 其中一位女士 都有參加你分宴 當時 有啊 有啊 Ruby 因為他有IG 我說 不如大家聚一聚吧 三五成塊 其他呢 因為他有IG 之前 Facebook有留言 我說不如一起聚一下 剛好那天 大王有事 來不了 但是家豪就有 但是很開心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小朋友 然後到了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之後 我們再聚 挺開心的 但是那天 因為我結婚 忙得飛起 之後又有聊天 Ubi是戲裡面的case 和浩龍一起有一個 這裡有個酒粒 不是公廁 有一個公廁 他不是公廁 有兩個比較多氣氛 其中另外 如果有一天 你們大家聚在一起 還有機會電影上的演出 都挺震撼 這個 真的難 這個 真的 無端白洩 成為了一個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就是很多年之後 才爆紅成為一個集體回憶 三五成群2024 嘩 導演們 我知道有些電影公司 有些導演 都有看的 一分鐘你們籌備一下 量度一下 或者有機會 說回他們之後的去向 都挺有趣的 放了監 出了肉 其實有些已經 因為這套戲真的很厲害 有些是 我長大之後 我朋友就是在演的角色 現在已經出來了 就是有人這樣跟你說的? 是啊 有些說 我以前不是跟他們一起玩的 在十無平 真的很喜歡他們 就是有人這樣說 哇 是很厲害的 他們這幫同黨 大間大惡 他們不是 但是在十無平 是很出名的 這幫同黨 有趣故事 未知將來會變成怎樣 但是一說起 那些紙線呢 四百年 大家也會問你周生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周生的事情 說了很多 因為我每一次看訪問 每一個行家 記者 都一定會問你一次 但是我近年 反而感觸的 我看了一個訪問 就是你談及田雞 就是田雞的幫助 就是在演藝上的幫助 就是我反而說周生 我已經聽到 我又說周生 周生 你周生 田雞 因為田雞比較低調 其實有時候 我看你去找片 找得很辛苦 就是你找個地點 食神在哪裏拍過 走一條龍海 在哪裏拍過 你真的走遍大港南北 我有時候在看 其實你找田雞 你問我吧 不如是吧 你問我就可以了 未入星輝 即未入公司 其實或者你問一問田雞 那已經可以知道 地址在哪裏 不行的 不行的 做了一次 大家就 你問過一次 所以這麼久以來 就算我認識指善 我都沒有說 喂指善 你那裏拍過 沒有的 從來都沒有這個動作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你開始一次之後 大家就不相信 他就不相信 那些是你找出來的 所以我去到現在都很堅持 我是不會問的 如果要找場景的話 一定是靠自己 靠大家的觀眾一齊 同心協力去做那件事 如果開了頭 先例開了的話 之後那些影片 都是沒意思的 就扯你 那個價值就沒有了 對 扯你 你認識有人脈 你問我林子善 就有了 什麼都知道 你都不問我 你要問我的話 我立刻可以告訴你 你玩了田雞就行了 不行 就是不想 有個location呢 拍賭盒 是 你去那個大宅那裡 是 因為我一哥呢 他經常都經過那裡 其實我一早知道的 然後就是 你去找個大宅 然後一早找 其實我 你如果問我 我會告訴你 你又問 然後有一個 我覺得是最激的 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有一集 你又是 那裡真的很難找 你說 這裡是不是拍英雄本色那裡 那一幕呢 記不記得 那一幕我記得 是這裡來的嗎 不是吧 然後 看一看 又是 其實很難找的 那些地方 真是很厲害 像尋寶 尋寶 所以不可以問 意義就沒有了 說回田先生 低潮的時期 怎麼捱過呢 因為我有一次 這個我少少分享 你不記得了 有一次我在這輛車上 因為紫綫就 好像大哥哥那樣 我們認識的時候 我也很小 二十多歲 二頭 分享一些故事給我聽 其中有一次 你一定不記得了 你分享了一個故事 就是你在低潮的時候 去見公 你去見公的時候 應該是一份文職工作 辦公室 那樣 見公的對面 說你不要玩 是不是在電視台偷拍 是 偷拍的節目 是吧 不要玩 我們哪請得起你 我覺得低潮的故事 你的低潮的故事 是很好聽的 因為那時候 在拍戲的《之王》 有五年 就是在聲輝開公司 但是 其實過了一段時間 原來我不是的 被我發現了 原來我是屬於 田啟文先生旗下的藝人 他才是我真正老闆 但是在五年裡面 他是養著我 但是他沒有說 那這五年裡面 我是不斷是有薪出 那這些就講過很多次了 那就失業了 五年之後 那就沒有繼續 因為田先生他就 有他自己的想法 想出去闖一番事 那田先生就說 那你頂住先 我遲些電影公司搞了 或者搞其他日後 我再簽回來 原本是這樣的 那段時間 人生的低潮 因為原本每個月有份薪 就沒有了 那也要生活的 那時候就大概二十幾歲 有三年是零收入 那你還記不記得 我想2005左右 之後就開始慢慢 沒什麼做 因為其實 當時的電影時度都不好 那時候三成群都是 九百年九九年的時間出的 那段時間其實不怕沒什麼做 又有份底身 又有很多戲拍 不斷拍《老夫子倚千》 很多有《紅樱大喜歌》 《山九》《1999》 很多都自己都不記得 然後突然間就開始慢慢縮集 那時候香港電台也有找到拍攝 香港電台又少了 大台更加不會 做些什麼呢 整天在家打遊戲 不懂得怎樣交際出去 難聽這叫outload 這麼小時候怎麼會懂呢 因為之前是田先生幫我安排做事 兩年左右 當時和我拍拖的女朋友 都忍不住了 有一天我去放工回來 真的不出聲 我問她什麼事 我問她什麼事 她說你這樣不電的 經常坐在那裡 掛著打遊戲 又不上班 你不如找一份工作去做 頂不住了 因為那時候其實是靠我家裡接濟 沒有錢是怎樣 放一個人包放在 特地放一個廳的桌面 希望媽媽看到 有時虧五百 有時虧六七百 去接濟 不懂怎樣去走 這條路 演藝圈這個明星夢要發完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發明星夢 只是覺得沒有理由 剛才拍了這麼久 拍了五六年戲 也有些人認識 為何突然沒有了 有些不甘心 就真的去找一組 然後就是第一樣 就是你剛才說的 我去見工 在報紙圈 圈 不知是文職還是銷售 我都不記得了 去到她面前 她一見到我 她說 你是不是拍戲那個 她說你幹嘛 我剛才打電話來見工 不要玩了 是不是那些電視台偷拍 是否設定了鏡頭在對面 那些 她說不要玩了 我不是 我真的來見工 她說你拍戲 幹嘛來見工 我沒有工作 都要賺錢 林先生我們真的請不給你 這個人高這麼低 不要玩了 她說有空 有空再談 打發了我走 又打過那些電話 有人請銷售 然後明明是說OK的 去到現場她一見到我 你的眼神一見到我 什麼是你啊 就是那些 我說我們是請雷的 我剛才打電話來說 男生都請了 他說 是啊 其實我們是想請雷的 這樣 見了兩三份都是不行 最後有個朋友知道我 真的找工作 就介紹了 他說你是不是真的想找工作 是不是真的做的 我說真的做的 他說你不拍戲 他都問 我說我都沒有嘻哈 然後他說 如果你真的做的 我就介紹我老闆給你 看尖沙咀那時候 有個是買很多Hip Hop衣服的 那時候我又是穿Hip Hop 他覺得都挺適合的 介紹了老闆 開始就真的做回Sales 那時候的人工多少錢 你記不記得 其實初進去的時候 每個人最基本是18元一個小時 店長阿姐說 但是因為我的身份特殊 不是比多 是比少 我覺得是15元那小時 為什麼呢 他說 不知道 他說因為你身份特殊 所以我叫Jazz 英文名字 正常入職是18元的 那你譬如試三個月 或者一個月 看看情況 我覺得他以為我玩 你拍戲 你懂不懂賣東西 會不會做做不做 15元就15元 好過回家 坐不知做什麼 做得很開心 第二個月已經加回18元 然後第三個月繼續 加到24元還是多少錢 我記得 阿姐又對我很好 那裡都做了9個月 尖沙咀現在的 太空館旁邊 有一個落地爐的商場 那裡我不知道叫做什麼 以前是有一段時候 就是SOGO來的 很多熊仔 以前的小熊角 我就在特賣場 那裡是特賣場 那裡是特賣場 我就在那裡做 那段時間 下午摺旗 剛好 新世界那裡 就開了一間大型的disco 叫Hot 教我打碟的師傅 DJ Joe 他就問我 你懂不懂唱我們的歌 就是MP4 你老爸Soke 你老爸Soke 那一隊 我們有個成員走了 不如我們接下來 會去馬來西亞做 你不如試試背我們的歌 你背熟我們的歌 一起過去 當是一個嘉賓那樣玩 你又這麼好玩 就去馬來西亞做J Tour 那塊錢又挺好的 一年走兩次都說 那一年都不用怎樣去賺錢 那個夢又回來了 但我又不喜歡做DJ 我真的不喜歡在夜場 但是那時候就 人工又挺好的 那就開始又慢慢回到香港 就在一間叫Hot Disco 做MC 做一下 我師傅DJ Joe 就經常假裝遲到 就叫我拿他的CD簿出來 幫他入碟 他說這個CD簿 兩隻碟 A和B 其實就是一隻碟 那你們入兩隻碟下去 第一首歌 就搭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 就搭第三首歌 好像LEGO那樣組合 他就行了 那他經常都遲到 沒有多久有一次真的忍不住 射他 我說遲到不行 整天都遲到 我說老闆剛才找你 你知道嗎 他說 我在下面看看你打什麼 他說OK 你現在已經懂得打碟了 他這樣逼了我 原來他一向不是真的遲到 他是想逼我去學打碟 因為我不想學 他就故意說遲到 要我這樣去逼我學打碟 那就成功了學懂得打碟了 他就做DJ 然後在那段時間 剛好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想回這行 回一回學圈 有一次 智偉哥生日 有朋友說 智偉哥生日你一起來 後來之後 智偉哥就說 一見到我 喂 你是不是以前跟阿昇仔的 他說 是啊 他說你現在怎樣 好嗎 沒有了 我完了 後來之後 他說 我搞了一間公司 接下來都簽一些新人 你有沒有興趣過來 我說好啊 研究一下 他就是這樣介紹了我上一日的經理人給我認識 簽了三年 然後拍了《大丈夫2》 就是《買死仔》 劇如體育大隻 拍了一套叫做《猛男滾死隊》 拍了一套叫做《七禽七種七色狂》 因為他太忙了 之後那間公司我沒有再繼續開電影 然後又停了 有一次想找詩子 因為你也知道李詩子是喜劇之王發電班 那時詩子就在TVB裡面 其實都是慢慢找步上讓 就跟詩子在面登記 坐下喝一杯飲料 詩子說 兄弟你頂住啊 他說這行是這樣的 高高低低 他說我現在都是努力向上 我未必能幫到你 但是頂住 是不是都找些事情做著 先不要坐下 要不然他就會死 我也很感激詩子 那時叫我撐住 後來沒多久就轉轉接接 又打碟 然後又做MC 突然間有個電話來 噴一聲就說 我們是TVB的 接下來有一套電視劇 叫做《奸人結》 《奸人結》 《奸人結》想找你見面 我最後問 為何突然會找我 我說我那時很想進去大台工作 但也沒有這個機會 原來呢 哦 就是師父 其實是王子華想找你做他的助手 好像一個大哥和一個弟弟那樣 他說那個法學效果會很好 所以那時就梁家樹 然後就拍了《奸人結》 後來結束之後 艾威就拿了我的電話 說找你出來聊聊天 後來就說 你有沒有興趣想繼續在TVB發展 不如我介紹了監製給你 就是這樣 就是那些監製一直用 其實有些時間 大台都說 其實你也有些成績 不如你進來TVB做親生仔 我在我的角度裡面 我在外面有很多DJ的工作 因為如果我做DJ的工作 有個底足在那裡 我說好啊 遲一點先 一邊拖拖拖 一拖就拖了整十五年 都沒有變成親生仔 很感恩在裡面 認識了很多幕後同事 還有很多演員 其實我現在的高層 我是阿姐 志偉一早認識 其他高層那麼厲害 我就不認識 我只是覺得我是一個演員 我不需要搞那麼多命 但是我最重要是什麼 演我自己的戲 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覺得是這樣 人家會看到的 即是阿黃加勒德 離開了大台 都有一些記者朋友會問我 紫綫你會不會離開 其實我很享受在我現在的環境裡面 我外面有電影公司 我是屬於外面的電影公司 大台又對我很好 監製 即是剛剛 超能師姐 現在這個組合這樣是最好 不需要說是不是親生兒子 即是上當年 阿希比沒有在 都是大台 即是叫做大台 小事 到大台 那出來那時候都很模糊 那天關了一對門 也都開了一對門 給你走 當時的時間是很灰的 所以你的感覺 和我的感覺 我絕對感覺到你的感覺是怎樣 那次我見你這麼感觸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都說 真的有的 怎麼會沒有 有時候要你幫忙 那時候 阿希比有什麼幫忙 當你在那裡的時間 你有這樣的能力的時間 每個人都會找你幫忙 但是你不在那裡的時間 人家會覺得你沒有能力 就不會找你 你要經歷過這些事情 你才會感覺到別人的感覺 即是走到現在這樣 其實這幾年是不是真的很好 其實疫情 其實大家都不好 你要這個店舖 你一個能力可以做到嗎 不會的 我們做演員很多真的坐在那裡 大家都沒有公開 包括很多一線的演員 即是我很感恩 就是說 我有公開了 所以就希望 我有這樣的能量的時候 是希望將這些愛 帶到給人 那將來呢 將來你繼續會是 拍劇多少 還是其實 其實我都很開放的 即是有電影來找我 我都會做 什麼都OK 即是譬如電影 網大 電視劇 其實我們這行就是 你不要怕辛苦 什麼都做 不要怕錢少 什麼都做 什麼都立來做 最重要是 不要濫做 不要做到肉酸 雖然現在離開了周生 即不是周生的公司 我不是志偉先生的公司的人 我亦都不是大台的人 但是你要明白 用過你的人 譬如田生也好 師傅也好 你現在做的事 你會影響幫過你的人 如果我上台 當然我都不會有機會 這些是遊戲的 我多謝 除了都 真是多謝 給我這個獎項的一些公司 或者這樣 但是很難的 通常我就是會 真的要多謝周星馳 李力馳 還有田雞 就是他們三個 帶了我進這個世界裡面 我才可以 在這個螢光網上面 看到大家 如果沒有他們 不會有林志善這個人 會不會覺得 還有機會參演到 周生的電影 或者他的製作當中 身體劇之王 原本他有找過我配音 其中一個角色 但我剛巧就在開工 喂 子善 周生想你後日配音 配一個角色很適合你的 他還說 哎呀 我說 那臨時臨急 他說 你都知道他的東西 我當然知道 我怎會不知道他的東西 我說 但我真的開工 沒有錢我也來怕 你可不可以退時間 他說 不行 很急 所以最後沒有合作 但是我雖然沒有在他的公司 但是我的關係還是很好的 他現在轉了一個新手電話 他之前的電話 早兩年的電話 還用了很多年 都是那個電話 我會新年 那些活動的拜年 他都會回覆 周生是一個智慧很高的人 他不會回應你們任何東西 現在開了一個新IG 就說他自己回應 但我都不太相信他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是啊 因為他哪有空回應 他說他的片 或者他的照片 有人幫他搞的 就是我相信 他都會看的 但是他說 是否會珍慈回覆 我覺得未必會是 我也有追蹤的 我也支持他的 我記得我也有追蹤 這一陣子他玩滑雪 又滾我下山 他也是我恩人 他帶我一旁 所以 他說接下來的發展 有沒有機會 他一叫 就算做幕後 不是幕前 我也會幫忙 不收錢 喜歡你的分享 因為我覺得很多 以前我跟我說 我還小時候 不是很明白 那些高低起跌的事情 可能當我故事 挺好聽 聽一下就算 但有一天我自己都會經歷這些 只是低潮的時候 原來自己都會這樣 人生是很高低 但是OK的 你慢慢慢慢 你現在成了一個型 多謝你今天 OK 今天我隨時找我 多謝你指示 不要客氣 繼續成功 繼續我會 CLS CLS 你也曉得 有看的 當然了 OK 多謝 拜拜 保持聯絡 拜拜 嗨 嘩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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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